这是拳网最老六的猎手 他们头戴隐身帽 手举长管猎枪 捕猎从不讲武德 在水中 你绝对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唯独能看到的就是一堆草 今天 师父先是用镰刀在河边砍伐足够多的草藤 然后将其缠绕在一起戴在头上 再经过一番武装打扮后 接下来就举着猎枪踏入河边 只见师父从河边慢慢进入水中 随着河水的越来越深 想要隐身帽不被河水冲走 师父的游泳也是越来越吃力 但是为了能靠近水鸟 师父不得不继续坚持往水鸟的位置游去 有时 为了能捕到水鸟 师父一连在水里待上几小时 都是家常便饭的事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今天师父的运气怎么样 画面中 水草的左右两侧都站着几只水鸟 它们正一边休息 一边正四处观察着水面的动静 此时的猎人正慢慢靠近水鸟 这时 突然有一只水鸟飞到了紧挨师父的一个木棍上 可就在师父准备抓右边的这只时 突然站在木棍上的水鸟估计是发现了猎人的阴谋 挥动着翅膀带着下面那只就一起飞走了 估计这两只鸟是一家子 没办法 师父只好继续再次等待 很快 刚才的木棍上又飞来了一只水鸟 看来今天师父要想捕获水鸟 就必须要先征服这根木棍才可以 猎人先是慢慢绕到水鸟的后方 等到了合适距离的时候 只见老六猎人慢慢从水面升起勾腔 此时的水鸟浑然不知 在他的后方有一名老六正悄悄伸出了勾腔 准备将其抓捕 突然猎人迅速拉动勾腔 只见勾腔正好勾住水鸟的一只脚 说时时那时也快 水鸟拼命抓住木棍用力扇动着翅膀 突然正脱开就飞走了 看着真是太惊险了 无奈的老六猎人只好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过了几分钟后 师父发现前面的另一个木棍下方 又有一只水鸟在那修行 猎人偷偷摸摸的在水里慢慢游动 这次的师父信心十足 慢慢的稳住游了过去 就在靠近水鸟不到两米的位置时 师父的勾腔早已从水下悄悄伸了过去 只见水鸟突然扇动着翅膀想要飞走 却怎么也飞不起来 猎人迅速往回拉动勾腔 可就在猎人刚要抓住水鸟时 水鸟突然奋力挣扎 挥动着翅膀就飞走了 不得不说今天这老六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接连两只到手的猎物飞走了 不甘心的猎人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时发现又前方有一只水鸟又飞回到了鱼网上休息 貌似好像是刚才飞走的那一只 水鸟也是太不容易了 想在河里抓捕一条鱼 可是这老六猎人偏和它过不去 只见猎人绕了个圈 游到了水鸟的右后方 准备从后面来个突然袭击 猎人进一步靠近中 这次猎人势必要成功 不然快对这老六的称号 就在水鸟在思考人生的时候 突然老六出手了 勾枪瞬间就勾住了水鸟的左腿 猎人很快就将水鸟拉了回来 猎物到手后的老六才松了一口气 这次终于抓捕成功 时至中午 师傅一边往回又走 一边看还能再抓捕一只不能 此刻就在距离岸边不远的鱼网上 站着一只水鸟 师傅继续慢慢靠近 绕到水鸟的后方 可就在这时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不知是哪个不知好歹的给水鸟报信了 告诉水鸟说 在你的后方有一名老六想要抓你 更可笑的是水鸟不但没有飞走 还飞到了老六的脑袋上方 对着老六的脑袋就拉了一泡石 然后就飞走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此时的师傅也实在有点游不动了 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家种地吧 不过今天运气还行 最起码不到一只水鸟 午餐的问题是解决了 那么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觉得这种捕水鸟的方法怎么样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